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农耕活动缺乏技术指导 大量山遭到毁林开荒 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青山绿水的大量山 刚退休的杨山舟放弃到昆明安度晚年 执意回到家乡施电县种树 大量山林场成立的第二天 杨山舟带着员工人挑马驼 把物资和树苗搬到了山脚下 搭建起帐篷安营扎寨 那天晚上狂风骤雨帐篷被掀翻 几个人只能钻到马鞍下 躲过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就这样杨山舟开始了艰苦创业 林场成立之处需要大量树苗 但资金十分有限 杨山舟为此绞尽脑汁 瓦路上垃圾桶旁常常能看到杨山舟的身影 捡到果核取出种子 再培育成树苗栽种到山上 除此之外 为了买到便宜的树苗 它还步行到几十里外的村镇 就这样大量山一点一点地绿了起来 护林防火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杨山舟反复权衡 提出了一个新想法 在隔离带上种茶树 茶树具有不易燃的特点 而且茶林下比较阴暗 不容易长杂草 能有效减少可燃物 种植茶树不仅能防火 还能带来经济效应 就这样 隔离带上种下的七百多亩茶树 为大量山的防火工作 起到了关键作用 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 这就是最先进的生物防火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量山林场的好处逐渐显现出来 造林5.6万亩 森林覆盖率超过97% 修建林区公路31公里 架设高压线路15公里 每年无常为村民提供木柴 为14个村寨修通了公路 驾通了生产生活用电 还承担着附近乡镇 2.5万居民的饮水供给和灌溉任务 通路 通电 通水 大大推动了当地群众 发展生产 改善生活 一身深蓝的中山庄 一顶被岁月洗得 褪色泛白的蓝布帽 一把手柄被磨得十分光滑的镰刀 阳山州坚定地在山路上跋涉 引领着人民群众走上植树造林的 致富道路